外首大举敲碎围墙 留下满地大片碎石 柴鞋下的钢筋裸露 这是严家位于永春东三路的招待所 随着选战倒是关头 拆除作业瞬间加速 却遭立委林楚英踢爆 严家涉嫌鱼目混珠 但是事实上 817的违建的部分 是一块砖都没有拆除 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台中市政府的刻意纵容 对于严家来说 他们只是做作样子 甚至于是欺瞒中二选区的选民 林楚英点出争议 国产署献起严家拆无还地于民 窃占国土的风数段 816之一 816之四 看得出已遗为平地拆除 不过仅邻的817公保地豪宅 出立的现代风建筑 似乎完好如初 就是说有罚则的落差 所以就是一边就是马上拆 一边慢慢来这样子 一切按照这个监管单位 按照法律程序 他们来进行处理 再度丢除依法行政 严宽恒不愿回应 为何招待所差一半 不过这一切 附近居民全看在眼里 那小台本来就是作秀的 他就是说 他们就技术性的去打 然后他如果说 明天9号以后就没事了 那他起起来的那堆 那以前是也都我们的政策 那就是他们带钱 带走的 违建认证的严家招待所 占用国有地的134平方公尺 在国产署移送地检署之后 火速拆除 但公保地上的豪宅本体违建 依旧包在铁皮围里内 三立室刘航伟 张婉智 谢明珍 台中报导 分析